互联网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家鱼 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学习C++快速入门 OK,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谈一下避免内存泄漏 作为我们这几节课的一个小节 这个话题呢,就像古时候女人的裹脚布 又长又臭,加一个哈 前面呢,我们讲过 分配一个内存块,但忘记释放它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呢,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呢,微转的程序员也经常放这样的错误 他们的bug很多都是由于这样而造成的 当然,更多的是溢出问题 这样的内存块将等到程序执行结束的时候 才被自动的释放掉 这是一个Windows的一个机制 因为呢,在Windows看来 每个程序都有一个程序帐 而我们知道是属于帐的这些功能 帐就是木制旁的这个帐 这个我们汇编语言里面有重点的提出 帐这个功能呢,就是像函数一样 调用完它之后,就一次性把它给释放掉 所以呢,程序,它有一个程序帐 如果程序会运行很长时间 那问题就来了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嘛 因为说,有些朋友会说 哎,我仿正程序结束的时候 会把这个内存释放掉 那么多分配了一两块内存也没问题 我们现在内存反正都那么大 对吧,苹果都一般都是16G内存的电脑 而现在的Windows7 没有4G的内存根本也是跑不动 好,那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电 那么多,那电脑有那么多的内存 那还怕啥呢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例如说,我们如果一个程序要很长时间的运行 像我们的Apaq 我们服务器上的一个服务器转件 对不对 我们服务器的话 如果像我们的Linux服务器 很多,其实很多朋友的Linux服务器 都是用了四五年才重启一次 这非常正常 像我们大网这样的服务器 不可能随时都可以重启的嘛 对吧,一旦重启了 那么服务就被终止 那这样子是不可饶恕的 注意呢,不是所有的Windows都像Windows 所有的操作系统都像Windows一样 每天都需要重启 因为呢,就算我们现在的Windows7 小姐觉得 如果有超过12个小时不重启的话呢 那速度肯定会有所下降 这是它的这个内存碎片整理机制不是很好 OK,并且在不断的申请新内存快 就是说你这个 不要说地规那么悲剧的问题 可能说时不时的一个触发会申请一个内存 然后你会忘了把它释放掉 这样子呢,忘记释放的话呢 它就会占据一个空间 对吧,而我们这个程序 除了重启 它不会 除了重启系统 它不会 不会光掉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它会迟早会把内存消耗殆尽 对吧 直至导致后边的New操作服无法执行到 甚至崩溃 OK 什么时候会崩溃呢 当我们 我们 程序 一个程序呢 它在内存中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对不对 系统会分配给它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 除了什么常量区那些之类 有占空间和堆空间组成 占空间往下发展 堆空间往上发展 当它们两个赚一块的时候 程序就崩溃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好的 那这样的边存漏洞呢 我们称之为内存泄漏 大家肯定经常会听到内存泄漏 但是呢 我们很少 很少去从理论上来解释它 OK 好像R的太多了 好啊 小小鱼老师会放一些 习惯性的问题 好的 内存泄漏呢 就是memory leak 啊 有一个英文当词的话呢 那说明这个是 肯定是值得国际有人重视的 因为呢 它会像水池里面漏洞一样啊 把内存池里面的可用内存 逐步的消耗殆尽 好 另一句 所返回的地址是 访问这个内存块的唯一线索 同时也是delete语句用来 把这个内存块归还给内存池的唯一一个线索 大家注意了 是唯一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首先用new申请了一个指针 啊这里错了 错了错了啊 有问题啊 刚才一早起打错了啊 是申请一个inter类型的指针 整形 整形变量的整形的指针变量 然后呢 它用来指向一个 申请了1000个 1000个inter类型的一个宿主 对吧 把它指向x 然后我们deletex 然后呢 把它复制为new 这个做法呢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也是我们推荐的官方做法 对吧 如果这时候 这个地址值啊 就是保存在x里面的地址 丢失了 那么就发生了内存泄漏 为什么 因为new返回的地址 只有x知道 而没有其他可以再知道它了啊 不像说我们的普通变量 除了它的变量名 还有可以引用到它的地址 对吧 这个不同 只有我们这个x知道它的地址 如果我们x的地址没了 那就没了啊 地址值呢 在很多原因都会丢失的哦 因为呢 比如说一个指针变量被无意中改写 例如说这个程序 啊 例如说这样子 我首先new了3000 3000个整形变量 把它给了x 把它的地址给了x 然后我再new 4000个整形变量给了x 那么它3000个整形变量的地址 就被下边的这个覆盖了啊 被它覆盖了 那么这个 那我在deletex delete的就是这个4000的这块内存啊 而这3000乘以4个字节的内存呢 就已经遗失了 已经遗失了 那我们是不能把它找回来了啊 那这样就会造成的问题 OK 这是导致内存泄漏的情况之一 那么会导致内存泄漏的另一种情况呢 啊是用来保存内存块地址的指针变量的作用欲 这个情况啊 先说明是很多朋友经常 很多初学者经常出现的问题 例如说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foo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声明了myclass的一个指向这个类的指针 并把这个myclass申请了一个对象出来 把它地址给了x 然后没了没了之后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函数都有它的作用欲 对吧 当我们退这个cpu退出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所使用的占空间就会被什么 自动收回 因为占空间呢 是由系统分配和系统收回的 对吧 那么这个x怎么样 没了啊没了 那么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 这个new出来了myclass的内存地址的指向的地址不见了啊 而我们用new出来呢是没有任何作用欲的 new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作用欲的内存地址啊 它是生成在堆里边的 不会自动释放 只有delete才可以释放出new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就造成了内存泄漏 对吧 这返回 这个结束的时候 指针变让x超出了它的作用欲 就意味着它不存在 它被系统自动收回了 它的值呢 当然就会丢失啊 那么有两种方法可以堵出这样子的漏洞 大家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思考一下呢 有哪两种 OK 第一种呢 是在lutern之前 就是说这个函数返回之前 如果这个函数没有lutern的话呢 也行 就是在这个函数返回之前 加住一条deletex的语句 像这样子 好 第二个方法呢 是把 让函数把内存块的地址返回 给它的调用值 当然 这两种方法啊 看你的需求啊 看你这个函数是否需要返回 一个new出来的地址 对吧 如果不需要的话呢 就在函数里面delete掉啊 从哪里出来 就从哪里结束 这是好的习惯 好 那我们最后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内存作用域啊 变量呢 都有一个作用域 只要是变量 它就有一个作用域 指针变量一样 数组变量也一样啊 规定了 他们可以在程序的哪些部分使用 这个作用域呢 通常就是对他们做出的声明和定义的函数的函数体 例如说man行数就在这里边声明的 在这man行数里边声明的 就在man行数结束的时候就释放掉啊 某个子行数那也一样的 如果被定义在这种一个行数的外部 就是说所有行数的外部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全局变量 对不对 行数就拥有了全局作用域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整个程序中的所有行数里边使用 不过呢 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全局变量 因为呢 他们往往会让代码变得难以调适和容易出错 有些朋友可能说 哎 不会啊 一目了张啊 我这个全局变量不是名字命名的特殊一点 比如说global什么什么什么啊 之类的就可以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 我们一个程序啊 像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讲 呃 由多个文件组成一个程序 多个文件组成一个程序 这样的程序显得非常的复杂 你如果整了一个全局变量 你可能在其他文件里面 你会看不到 或者说忘了它的存在啊 OK 动态内存呢 是不存在任何作用域的 我们说new出来的东西只有delete 可以把它删除啊 一旦被分配了 内存块就可以在内存的 在程序的任何地方使用 因为呢 动态内存没有作用域 所以必须有程序员来跟踪他们的使用情况 并在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 及时把他们返黄给系统 这点要注意 这里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动态分配内存块没有作用域 但用来保存其地址的指针 是受到作用域的影响的 这里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容易导致内存泄漏的部分啊 这个初学者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而且这样的问题非常难以检测啊 因为呢我们在检测一个程序的出错的时候 很难来想到他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好的 这只是一些小小的经验啊 大家可以自己试图思考一下啊 与游游们分享一些东西 因为呢 小小爷最近在看一本小小的羊皮卷啊 挺好的 感觉对自己的学习和一直做这样的一个教育 的一个叫做事业吧啊 也是挺有感触的啊 因为有时候小姐也会觉得疲劳啊 觉得挣扎 觉得挺累的 但是呢 看了这玩意之后还真是挺励志的啊 嗯 我们应该装注那些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并坚持下去啊 小姐相信 成功是需要坚持的 当然也要走对方向 例如说一片飘落的树叶最终会落在哪里 我们并不能决定 决定他的是上帝 至于我们 正如那片树叶一般 去努力 努力 想着我们的目标飞行就够了啊 只是仅仅是想着 至于上帝的眷顾嘛 大家知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只要你朝着梦想去努力追求 才有可能实现梦想 而困难与挫折面前停滞不前 这肯定不是属于梦想的放愁 大家说对不对啊 OK 那另外的话呢 小姐更想跟大家说一个 更于能力的方面的问题啊 跟大家探讨一下 很多朋友呢 总是看视频 然后不做练习 这样子呢 我也是知道了 因为小姐也有当年嘛 对吧 所以呢 就浪费了好多年的光阴啊 事实上呢 能力是如何得来的呢 有人说通过学习得来啊 这种说法 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例如说小姐的视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指明道路的方向啊 尽量给你指明道路少让你走弯路 我们通过学习得到知识或者经验 对吧 这些是我们可以通过看视频得到的 而能力其实是靠更多的实践啊 就例如说现在奥运会吧 好比体操运动员 拥有我们一帮人不可比拟的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 对不对 好像在平衡木啊 游泳啊 等等等等等等 都表现的那么牛逼 我们看上去都好神奇 特别像吊皇啊 那种力量运动 对吧 但是呢 我相信啊 这种能力绝对不会是通过经常阅读一些伟大的体操员的撞击而得到的 对不对 不可能啊 他们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艰苦的训练和持续的什么坚持啊 因为呢 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非常枯燥和乏味的 因为我们经常做的同一个动作 你会觉得非常的枯燥 像学习家家的话呢 很多朋友会觉得迷茫和不知所措 因为呢西家家事实上存在的漏洞非常非常的多啊 而西家家每一个新的语法都是去尝试修补这些漏洞 使得西家家更加的完美 更争于时尚 对吧 更争于呃 更大家流行的编程应用范畴啊 这是西家家的一个特色啊 他所以呢 他的语法学起来特别当成 但是呢 希望大家啊 能够把他给坚持下去啊 把他当成一个梦想去追求 如果你喜欢编程啊 的话呢 就多动手吧 因为呢 我们西家家快速入门 这一系列讲座啊 应该也是差不多剩下 差不多十集讲的课程啊 后边也不会有很多 例如说我们会讲到一些 呃 命名空间啊 模块化编程啊 接着我们会谈一下链接和作用域啊 呃 模板啊 容器 这些语法 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因为呢 这个我们是快速入门 为的是 以后的课程做一个比较好的铺垫 但是呢 西家家的学习 大家注意啊 千万不是止于西家家快速入门啊 不是停止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入门 而不要把它作为一个终点 OK 因为呢 西家家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继续往下学习的 好的 呃 今天 小甲鱼喝多了点啊 港醋比较多 所以呢 也劳烦大家听了比较多的啰嗦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讲解就讲解到这里 呃 欢迎感谢大家的支持